那我自己不建议主人在家进行催吐 因为除了可能会有呛到或者是吸入性肺炎的风险之外呢 也不是每一种有毒的物质都是适合催吐的 有时候在催吐的过程当中是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真的觉得毛孩们在催促放饭的行为真的是可爱到不行 那像我们家的猫咪啊都是饲料和罐罐为主食 那有时候它都真的很挑食 因为有时候就想说应该可以用一些鲜食给它吃 但是又不知道说人类跟猫狗的那个食物啊 有没有任何上的禁忌症 那你们家除了是吃罐头还有鲜食 那它会不会 它好像也对我们吃的食物很有兴趣 对啊像我家的狗狗啊 它就很喜欢吃卤肉饭跟鸡腿 那每次吃的时候就坐在旁边 然后用一双大眼望望的眼睛看着你 真的觉得超可爱 吃卤肉饭也吃太好了 对没错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许小涵医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宠物的美食上面有什么禁忌呢 所以我们来欢迎许小涵医师 大家好我是许小涵兽医师 想要询问许医师啊 猫狗跟我们人类都是一样哺乳的动物 那在饮食上是不是也一样没有差别呢 那的确我们都是哺乳类动物 但是我们的体型不同 构造不同 消化长度 消化到的长度也不太一样 那人的消化系统长度是最长的 所以我们可以消化很复杂的加工食品都没有问题 那狗狗的消化长度只有人类的一半 那猫咪就更短 所以猫咪他们的吸收是最不好的 比较适合少量多餐或者是吃buffet的那种方式来喂食他们 那人类跟狗都属于杂食类动物 那猫咪属于肉食类动物 所以除了体型构造不一样啊 肠道的长度不一样之外呢我们的消化能力 胃酸的浓度还有酵素的活性跟种类啊 甚至到肠道的菌虫也都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可想而知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就非常的不同了 那想问一下医师我们要怎么分辨他们不能吃的食物呢 那我们可以先讲讲对他们都有共同致命毒性的食材 包括有我们最熟悉的巧克力跟洋葱 这个大家都知道绝对不行 那一些比较冷门的像是葡萄啊葡萄干啊 夏威夷豆葱蒜类咖啡因酒精 这些都是绝对不能碰的 再来有一些食物他们不见得会造成中毒 但是可能会引起一些肠道的不适 例如说牛奶骨头或者是一些调味过度的高糖高纳的食物 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腹泻跟消化不良 那猫咪要特别注意的是要避免接触任何柑橘类的食品 或者是相关产品 因为都有可能诱发很严重的过敏或中毒的反应 啊我不知道猫猫不可以接触柑橘类 捡进去这一段 原来猫猫不可以干橘类我不知道 对啊长姿势了 那我们要如何正确运用猫犬的饮食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呢 那除了避免刚才提到的有毒食物之外 其实三个大原则就是不多余调味 不多余油脂也不多余的添加物 那其实给他们吃的越简单就越健康 那水果的部分也是有小地雷的嘛 像我家兔兔啊 水果这只芭拉跟苹果 那猫咪目前是还没有喂过任何的水果 但是感觉他对水果都没有任何的兴趣 其实给猫狗吃水果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要去皮跟去籽 因为这些部位都有可能会含有他们没有办法代谢的生物碱 或者是有毒的物质要特别小心 那水果地雷除了刚才讲到对猫咪有特异性的柑橘类之外呢 其他要避免的水果包括樱桃葡萄梨子 还有还没有成熟的凤梨 这些都是水果的地雷 那其实适当地给毛孩一些水果作为奖励我觉得很好 只是有一些水果对于罹患特殊疾病的犬猫来说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要在他的日常的常规饮食当中 加入一个全新他没有吃过的食材的话 都可以先跟瘦医师讨论一下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误食啊导致中毒 那当下施主应该要怎样处理呢 是第一时间就是一定要清楚地拍下 把它务食的包装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里面的成分有哪些 再来就是记录它们吃下去的量跟时间 然后赶快联络离你最近的瘦医院 告诉他们说我有这样子的情形 我要过来请你们做好准备 那我自己不建议主人在家进行催吐 因为除了可能会有呛到或者是吸入性肺炎的风险之外呢 也不是每一种有毒的物质都是适合催吐的 有时候在催吐的过程当中是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像除了食物之外啊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也要避免的 像是清洁剂啊或者是药品类的 疫情期间到现在的后疫情时代 我们都还是非常热衷与消毒这件事情 那市面上有很多标榜天然有机的清洁剂 那其实它们还是有可能会造成危害的 例如如果它的成分含有茶树 脏脑 薄荷甚至香脑油 这些都有可能会对它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那再来大家最熟悉的漂白水 那因为它有腐蚀性 如果不小心误食的话 是有可能会造成黏膜受损 或者是神经跟肝脏的损伤 那这边要特别提一下 如果我们长期的使用不当被稀释的清洁用品 例如说漂白水的话 所以不一定吃进去的会有毒 它们也可能透过这种身体跟脚掌的慢性吸收 然后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而引起一些中毒的反应 要小心美食变毒药 为了毛孩的健康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分辨清楚 毛孩们不能吃的食物哦 以避免汗事发生 所以爱它就要好好地照顾它哦 谢谢许柴 是今天跟我们分享毛孩们的禁忌食物 喜欢我们龙德宫保健室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保健室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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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